范伟齐上康熙心肌片段全糟挖 小S一听气抖 王苗抖 没把她当朋友 台湾近来掀起Mitch运动 演艺圈多位知名艺人陆续被爆出性骚争议 如今也有许多公众人物现身曝光自身经历 黑人陈建中近日遭女星大牙周一配 郭元元踢爆指控性骚扰 女星范伟齐则选择力挺捍卫丈夫名声 而过去夫妻俩上节目的片段也被网友一一挖出 并揪出许多内容认为两人根本没把小S当朋友 日前黑人因卷入性骚争议 也让她身边的相关人物 好友相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康熙来了2011年间曾邀请黑范夫妻党上节目 当时小S在节目上表示 她和大S得知黑人要求婚事从新闻得知 为此感到相当生气 并透露范伟齐当时曾强调订婚宴不邀朋友 只邀家人 但事后却得知知名经纪人出现在名单上 气得她的当场质问 而范伟齐仍在现场却答不出来 而2015年播出的节目片段中 小S提到她跟大S听到范伟齐顺利生产后 第二天去探望时发现对方的床边 已经围了一圈新的姐妹桃 唯一熟识的仅有吴佩慈 此目也让她相当失望 对此 当时范伟齐解释 因为其中一名好友是轻微母乳 反观小S生了三个我跟黑人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西地帮小孩换尿布 让小S瞬间气到声音发抖 如今 当时的片段被挖出后 网友也纷纷留言心机真的蛮重的 其实她没把S当朋友 小S很可怜 她的真心没得到珍惜 范范真的不把小S当朋友耶 以前觉得是节目效果 现在看一看觉得有几分真实性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